好 松城浩国际有限公司在端午节前夕 由总经理代表公司赠送肉粽给花莲市清洁队 感谢队员智力防疫的辛劳 以及近几日又增加了定点收垃圾的任务 希望借由端午节前夕来赠送500颗的粽子给清洁队员 感谢他们的辛劳付出 对于松城浩智力工艺的善举 让魏家宴市长给予高度的肯定 松城浩国际有限公司21号下午公司代表人赠送500粒粽子 松城浩经理魏婉婷表示 清洁队整天忙于环境的清洁工作之外 还额外增加了定点收垃圾的任务更是辛苦 因此松城浩特地在端午节前夕赠送好吃的粽子 向队员们表达慰问之意 这次来送肉粽其实就是因为夏天到了嘛 所以其实他们工作又更累了 然后就加上好像他们有定点的工作量又增加了 就是其实让我们民众其实都越来越方便丢垃圾 然后我们这次就是端午节来带肉粽给清洁队员 就是辛苦他们的工作这样 市长会指出感谢松城浩总经理 在端午节前夕为队员们带来温馨的众香 卫使长说这段时间队员非常辛劳 除了平日的执行任务工作外 还要全力投入清销的任务相当辛苦 今天要特别感谢松城浩 已经连续很多年在我们三姐的一个节庆 赠送了我们三姐的一些礼品 那今年的端午节也很谢谢松城浩赠送了500粒的粽子 以及我们200瓶的饮料那赠送给我们辛苦的清洁队员 那在这边非常感谢 那也谢谢也要感谢我们这些日子 所有的企业赠送给我们清洁队 我相信清洁队收到这份 我们包括种植啊包括一些物资都会非常的感动 那我们会更努力的为市民来做事 也到现场表达感谢的还包括现一年魏嘉贤 他表示松城浩不仅用心于临终关怀 也着重社会公益 多年来响应欢迎施工所 对弱势社团以及家庭的关怀 以及人本关怀来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非常多的肉粽跟饮品 那由嘉贤来转介 那我真的非常感谢松城浩 长期以来数十年来关心我们所有最基层的一个员工 那在此也要谢谢花莲事工所的清洁队员们 在连续假期都还是要每日每夜的在为大家服务 那我们特别感谢清洁队之外 也特别谢谢善心企业松城浩 也祝福我们所有的队员跟松城浩的企业 所有的员工们永远都能够幸福 然后端午节加节愉快 队员们全力配合执行大清销 尤其在天气酷热的环境之下 现在还增加了定点收垃圾的任务 工作压力非一般人可以体会得到 市长为家也感谢松城浩总经理 专程来到清洁队 为队员们加入打气 记者凌桀 花莲事财榜报道